在天主教新主教区主教李克棉的祈福声中 为虎口仁慈医院儿童语言治疗室进行启用 同时仁慈医院也在113年1月开始 新增一名语言治疗师 缩缓语言治疗的需求量能 最近这两年我们发现来我们医院求助 早期疗愈的孩童逐渐的增加 尤其在去年的时候 成这个峭壁型的一个成长 过去我们只有一位语言治疗师 小孩子有需要的来排 这个排成都相当要等得非常的久 我想我们作为一个教会的医院 我们有这个使命来照顾这群小孩子 我想我们作为一个教会医院是责无旁贷的 在门诊的案例中也发现 有越来越多的儿童有语言迟缓的现象 语言治疗师戴慧君表示 由于现代人3C产品的高度使用 以及前三年疫情的因素 使得儿童在语言方面缺少刺激 一年多前来到我们医院复检 那这个也是他第一次接触复检 他肝染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任何一个因的 是连一个因都没有 然后也没有仿说的意愿 那经过我们大家团队的一个努力跟介入 然后大概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 这个孩子在毕业前 他已经可以说出一个七个字到八个字的句子 并且可以跟我们简单的聊天跟互动 那这个孩子是大概是两岁左右来到我们治疗室 那到他毕业的时候将近已经三岁多 快四岁的年纪 对那后来他就顺利的毕业 然后也在他的学校还有家庭当中 其实都获得很大的改善 儿童语言治疗要把握0到6岁的黄金时期 未来到了小学阶段 还有后续的学习才能顺利的发展 记者万事连新竹采访报道